今天病例攀升 大家非常辛苦 羅副 忙到沒有時間洗衣服這部分團購達人486 說要送洗衣機 不曉得羅副可以幫我講 一下 謝謝 洗衣機的部分 我想很謝謝這個 就是民眾的好意 不過我想需要這個 洗衣機的人可能比我更多 那我們只是用 這個 就是還是感謝啦 因為我想我代表的是 我們所有這個 成千上百的防疫人員 在第一線幫大家 維護跟作戰的這個部分 那很多的同仁 或者是我們地方上防疫的夥伴 智商應該 下班的時間是比我更晚 我們到半夜都還 在收益掉 然後我們在檢疫所或者是醫院 或者是防疫旅館或機場做落地篩檢的 同仁也都是24小時在輪班工作的 所以我想請大家也不用特別聚焦於我 本身 那這個只是一個就是說我們盡力 希望大家能夠維護一個安全安心 也安定的 一個防疫的環境 謝謝 東森 不好意思 想要呈上題 再請問一下羅副組長 就是今天上午的時候 蘇奎有講到說 那個新婚現在有租金補貼 那您怎麼看 謝謝 我會再去了解